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隐身雷达 其甚至能够令美军最为先进的F-22猛禽战机无处藏身 所谓的反隐身雷达到底是如何发现隐形战机的 据报道 美国曾激励阻止捷克售给我国维拉伊雷达系统 这究竟是为什么 有消息称 铠甲雷达曾将飞临朝鲜半岛的美军F-22隐形战机成功捕获 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反隐形雷达到底还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改进 才能让F-22这样的隐形战机彻底无以对形 近年来 两栖船物登陆舰成为了大国海军重点建设的舰船 两栖船物登陆舰究竟有何战略意义 我国的071型两栖船物登陆舰又有何特性 美国媒体为何将中国071型两栖船物登陆舰称作最为忌惮的武器之一 日本自称建造了大鱼籍坦克登陆舰 有人说这是准航母 但更有人说这也是两栖船物登陆舰 日本的大鱼籍究竟有何选迹 军情解码为您紧密 反隐形雷达令隐形战机无助藏身 中国071型船物登陆舰与世界先进船物登陆舰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中国九魂粉九独家冠名播出的军情解码 我是罗旭 10月初美国的防务新闻发表了一篇TV 中国声称拥有反隐形雷达的文章 这篇文章透露中国已经拥有了能够发现隐形飞机 包括驻扎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F-22猛禽战斗机的新型反隐形雷达 那么美国媒体所称的所谓反隐形雷达到底是如何发现隐形战机目标的 这种雷达正如美国媒体所说可以让F-22无处藏身吗 一起进入今天的军情解码第一部分的主题 据参考消息10月7日报道 美国媒体10月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声称拥有反隐形雷达的文章 这篇文章透露中国已拥有自己的能够发现隐形飞机 其中包括驻扎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F-22猛禽战斗机的反隐形雷达 文章中还提到有多家媒体声称 不管是美国F-22战斗机还是欧洲的神经元无人驾驶战斗机 在中国新型的DWL-002雷达面前已经过时了 据悉在2014年5月举行的北京第九届中国国际防务电子展上 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对DWL-002无源探测雷达系统进行了公开的展示 该雷达由一个主侦测站和两个辅助探测站组成 在400至600公里的探测距离上 DWL-002雷达可以覆盖整个台湾以及东海上有争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该雷达系统采用无源工作体制 自身不对外辐射电磁波 而是通过监测隐形战机自身的电磁信号 对包括军用雷达波、微波通讯 甚至手机基站信号造成的扰动、接收和分析这种微弱电磁信号反射 最终确定这一信号反射源的三座标位置参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公开展示的内容显示 该雷达具有发现雷达反射截面积只有0.01平方米的隐形目标的能力 这与媒体普遍报道的F-22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在同一个数量级 但是中方并未透露发现隐形目标的最大距离参数 美国军事专家称 中国正在研发新型雷达和其他先进系统 用来探测和定位F-22猛禽、F-35闪电2以及B-2幽灵等 可以躲避雷达探测的美国隐形飞机 一名曾作为武官常驻中国的美国官员说 中国的反隐形计划已经开展了至少十几年 这可能对美国的隐形飞机造成严重威胁 而在近日防务新闻的文章中 美方专家也承认 像DWL-002和VLC-20这样的无源雷达 确实对低可探测性飞机构成威胁 好 关于美国的媒体 提到的这种所谓可以发现美国隐形飞机F-22的这款雷达 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军事专家 来自空军的傅前哨先生 欢迎傅老师 傅老师 刚才我们短片里面也提到了 美国的一篇文章宣称 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北京的一家公司在第9届中国国际电子房屋展上面 展示了一款雷达 据称这款雷达可以在500公里的范围内 可以发现美国的隐形飞机 像诸如F-22之类 现在我们面前的虚拟区出现的就是 美国最新型的隐身战机F-22 孟秦 他是号称拥有非常先进的隐身能力 他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只有0.01平方米 是非常先进 但是现在美国媒体声称 说中国已经拥有了一款雷达可以看见它 可以发现它 那么叙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孟秦战斗机 它的雷达反射截面 它实际上是个变化的 不一定就是0.01 它平均值大概是0.02 这个水平 这种无缘雷达和有缘雷达最大的一个区别 是它本身不发射电磁波 那么一般的雷达它是怎么探射目标的 它是我发射个电磁波 碰到目标以后反射回来 再接收到 我接收到 然后相关的数据我进行测定 你的距离 防卫 速度 就可以测定出来了 这就好像在身上不见五指的夜晚 你要想找到这么一个隐身的人 很难 那怎么办 我就用手电筒到处照 我一照到它了 马上 它的反射的光 就进入你的眼睛了 眼睛开始接收机 发现它了 手电筒是发射机 但对方也发现你了 对吧 在你搜索它的过程中 对方可以发现你 那么它这个情况 不一样 就是无缘雷达 不是通过我造手电筒来发现你 而是通过什么 你打开手电筒 我来发现你 可以把你大致的位置 我就给你确定下来了 那么它不开手电筒 怎么办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发现你 它就是靠你本身发射的光 或者电磁波 我来接收 接收以后 我给你定位 但是无缘雷达本身 这个还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你要想给它 测定所有参数 像雷达那样 它的坐标 它的速度 它的高度 那么你就通过多个点探测 然后通过大量的计算 以后来确定这个目标的走向 位置等等 这些参数 可以说这种雷达探测 这个猛禽战斗机应该说没问题 它既然能够看0.01平米的隐身目标 那么像猛禽这种情况 应该说可能大的时候大概是0.25 小的时候0.02 当然还有更小一点的 但是综合起来看 应该说完全可以探测F2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由中国酒魂粉酒 独家冠名的军情解码 我说了句 通过前面的短片和讲述 我们可以看出 无缘反隐形雷达理论上的 的确能够侦测到像F22 这样的隐形目标 有的媒体报道宣称 中国研制先进的反隐形雷达 实际上是让美国方面给比喻出来的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方的一位军事问题专家声称 美国曾经阻挠杰克向中国销售 名为维拉的无缘反隐形雷达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事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的莫斯科战略 与技术分析中心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 瓦西里卡申认为 DWL-002反隐形雷达的灵感 来自另外两种无缘雷达 2004年 美国曾极力阻挠杰克向中国 销售维拉E无缘雷达 据了解 维拉E被动雷达 是一种战略及战术电子情报 和被动监视雷达系统 用于对空中 地面和海上目标的探测 定位 识别和跟踪 也就是说 它自身不发射任何电子波 只靠接受目标发出的电子波 来锁定和跟踪目标 而传统的主动雷达 或者说有缘雷达 是靠发出电子波 来探测目标的 相对而言 难以对付空中的隐形目标 但维拉E这行被动雷达系统则眼尖耳铃 能够探测到目标发出的 哪怕是微弱短暂的电子信号 即刻让目标在雷达屏幕上 闭露原形 维拉E整套系统 由四个分站组成 电子站中心 及分析处理中心 位于中央地带 另外三个信号接收站 则分布在周围地区 呈圆弧线形布局 系统展开部署后 站与站之间距离 在50公里以上 维拉E雷达系统 可同时探测 和跟踪200到300个空中 地面或海山目标 对空探测时 最大作用距离450公里 并生成可识别的空中图像 同时 维拉E雷达系统 利用电磁信号 抵达时间差定位技术 可以对目标位置 实施精确测定和跟踪 号称是隐形飞机的克星 据英国检视防务周刊 2004年5月的报道 捷克的雷达制造商 计划向中国销售 10部维拉E型雷达 该计划 已于当年1月份 得到捷克工业 与贸易不批准 销售金额为5570万美元 但美国认为 该系统能够探测 前隐形飞机 因而极力阻挠 时任美国国务卿 鲍威尔甚至专门致函 同为北约成员的 捷克外交部长斯沃伯达 抗议该国向中国出口 维拉E系统 甚至声称 如果捷克方面 执意出口这批雷达 美国方面愿意掏钱 悉数买下 最终美国搅黄了 这批买卖 好了看了短片 我们知道了 当时美国是在2004年 阻挠捷克方面 向中国出售这种雷达 那么说起当年的话 中国为什么迫切地 需要这种雷达 国防方面客观的 这种需要是什么 因为到了2004年的时候 这个维拉E雷达 应该说综合性能 已经相当不错了 那么我们国家 那时候可能刚刚开始 在研发 类似的无元雷达 那么引进捷克的维拉E 应该对我们 是有较大参考价值的 另外引进多部的话 也可以用于使用 这种无元雷达 还有一个特点 它本身是隐身的 用隐身雷达探射 隐身飞机 这些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是吧 它并不知道 我无元雷达的位置在哪 是吧 而现在我的无元雷达 就能掌握它的相关信息 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 这种新型探射手段 是吧 那么当时中国想引进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正确的一个做法 是吧 当时美国方面 为什么极力地阻挠捷克 向我出售这种雷达 因为美国人是有隐身飞机 那时候我们没有隐身飞机 对吧 那么你探射隐身飞机的手段 要多 对它构成的威缺越大 因此它不仅仅是阻挠我们拥有 可能其他国家相满 它也会阻挠的 那么这个阻挠 我认为是个好事 是吧 这逼着我们自己搞 那么我们现在自己的无元雷达 是吧 不就搞出来了吗 而且还公开展示了 是吧 这个对应该说对美军来讲 或者对它的隐身飞机 飞行员来讲是构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 所以当时美国方面是极力地阻止中国 得到捷克的这款雷达 那么为什么美国对捷克出产的这种 维拉雷达充满戒心呢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场上 美军就曾经吃了个大亏 据称的就是这种维拉雷达 打破了美军F117 不可能被发现的时候 美国F117隐形战机开启了兵器的隐形时代 它怪异的形状和隐形技术一直为人关注 然而据报道 1999年F117战机无法被发现和击中的神话 竟被捷克研制的维拉雷达打破 1999年3月 美军参与科索沃战争 当时其新型隐形战机F117 也被派去空袭南联盟 1999年3月28日 一架参加科索沃战争的F117隐形战机 在南斯拉夫上空被击落 释发后据猜测 当天南联盟军队是使用俄制萨姆三防空导弹 将F117隐形战机击落的 美军方对此有些怀疑 萨姆三防空导弹系统并不是什么新式武器 怎么能发现隐形战机F117呢 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调查发现 F117战机的确是被南联盟军队使用的 萨姆三防空导弹击落的 而这批萨姆三导弹采用的是 捷克塔拉玛雷达 也属于维拉系列雷达 而萨姆三导弹和维拉雷达搭档 便会威力大增 成了专门对付隐形飞机的克星 与传统雷达靠发出强烈搜索信号搜寻目标不同 维拉雷达反其道而为之 靠大量接收信号使目标现行 隐形战机的基载雷达会发出信号 而且飞行员也需要不时校正航向 就在这一瞬之间 F117隐形战机便被维拉逮了个阵招 此外 丁世人感到困惑的是 F117战机被击落后 美空军居然没有派出作战飞机 潜入南联盟上空 将F117残骸炸毁 众所周知 美军历来强调武器技术的保密性 按照往常的惯例 美国为了保住 隐形战斗机的技术垄断性 一定会设法把那架F117的残骸 炸毁或者抢走 以防止隐形技术 落入到潜在的对手手里 据当时美军的消息人士透露 美空军没炸毁F117残骸 主要原因是 美空军认为F117技术极为复杂 即使其他国家过去残骸 也难仿造 此外 有专家分析称 美军方面还有难言的原因 就是F117坠毁后 美军对其具体位置也不一定很了解 而且当时美军对南联盟手中 到底还有哪些秘密防空武器 不一定很清楚 一旦南联盟以F117残骸为诱饵 进行射服 美军前往轰炸残骸的作战飞机 很可能遭受新的损失 好 时间回数到1999年3月28号 当时前南联盟军队用地空导弹 SAM-3导弹 把美军的F117给打下来了 这打下来可打下的不是一般的飞机 我们知道当时F117这个夜莹 在美国是属于这种非常机密的 是吧 它引以为傲的 专门执行这种特种任务的 不可能被发现的这种飞机 但是就被南联盟的军队 地空导弹直接给打下来了 现在在我们面前这个虚拟的区域 出现的就是美军的F117夜莹 它造型比较奇特 而且这个造价也非常的高昂 所以被前南联盟的军队用地空导弹 打下来之后 当时世界舆论是一片哗然 这等于打破了 它不可能被击落的这种神话 那么我们说起这种夜莹 美军引以为豪的F117 它能够实现隐身 靠的是什么 夜莹从它的外形上看很奇怪 跟一般的飞机不一样 它是有很多折板 这个拼接起来的 从理论上讲 这个它的气动特性是很差的 飞行阻力大 这个也飞不快 这个油耗也高 机动性也差 但是呢 它的引伸效果非常好 它的雷达反射截面 应该说比很多 现在第四代 比如说F35这样的战机 可能还要好一些 因为它是完全是按照 隐身的要求来设计的 而不是按照飞行性能的要求来设计的 是吧 由于它的这个隐身效果好 这个机动性差 因此它只能夜间活动 不能白天活动 另外是不是它身上这个涂料也有 它有一层吸波涂料 就雷达照到它以后吧 很大一部分能量 被它吸收了 变成热量 散发掉了 不返回去 或者返回去的那个信号呢 非常弱 它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款成功 应用的这个隐身战机 那这个捷克产的所谓的维拉雷达 它是怎么做到的 战后呢 这个透露过很多消息 就是这架飞机到底是被谁打下来的 是被高炮 还是导弹 最后确认是SAM-3打下来的 这个南联盟也承认了 那么SAM-3导弹呢 本身它是分米波的 采用它分米波雷达 分米波雷达对隐身目标的探测能力 就比较强 那么我想它其中一个手段 就是改进了SAM-3的雷达系统 包括它的这个造水雷达和这个 搜索雷达 是吧 以及这个引导雷达 除此之外 就是你刚才说到的 会不会有维拉翼 这个雷达的前身 在南联盟服役 那么这个雷达是不是 跟那个SAM-3导弹配套呢 也不一定 它可能在外围担任警戒 是吧 经过多次探测 发现了F-117的运动规律 它就每天晚上轰炸 这个南联盟的时候 都走的一条航线 是吧 当然以前是有其他的那个干扰机 为它护航 是吧 释放箭子干扰 那么它是很保险的 偏偏那天 它一个人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 那么 最终是被SAM-3导弹 是吧 发现和击落 完全用维拉雷达去做 做不到 因此可能是这两套雷达互相配合 最终完成了击落叶鹰的利用使命 正是在维拉雷达的帮助下 看似落后的俄制SAM-3导弹 把美军曾进行引以为傲的F-117叶鹰给击落了 美国方面自然对维拉雷达系统 加以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实际上 铠甲雷达和维拉雷达的工作原理相同 同样都对隐形战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能够发现它 2011年的7月份 俄罗斯铠甲雷达系统 曾经成功的捕获了 非零朝鲜半岛的美军F-22女星战机 据报道 自从2005年首架F-22交付美国空军以来 如何使其尽快满足海外部署作战需求 一直是五角大楼极为关心的话题 但由于这种具有战略价值的武器平台 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太过明显 所以美国政府 一直对其海外手袖寻找恰当的实际 2006年10月 朝鲜进行首次核实验后 美国抓住了机会 宣布向加首纳基地轮派12架F-22 以宣示所谓保卫远东盟国的决心和力量 2010年7月 天安舰沉默事件发生后 美国特意从日本加首纳 出动F-22战斗机 到朝鲜半岛附近水域 举行示威性演习 数架F-22战机携带炸弹 从加首纳基地 飞往朝鲜半岛方向 国架F-22 从万米高空 飞向朝鲜领空 距朝韩军事分界线 仅有12海里时 才突然掉头向韩国乌山返航 屋中 只做了一次空中加油 行动过程中 美军一直使用 未加密的无线电波段通讯 故意让周边国家截惑 然而 屯兵弗拉底沃斯托克的 俄军S-300地空导弹部队 却察觉到某种异常 据俄罗斯媒体披露 当时 美军飞行员在通话中宣称 只有两架F-22 在进行所谓威慑朝鲜的巡航 但俄军S-300防空系统 配备的神秘武器 铠甲雷达 却从看似不起眼的电子波中 捕捉到了四个可疑的光点 俄军指挥官 起初将信将疑 但最终 俄军继续跟随 铠甲雷达的视线 紧盯这四个可疑光点的去向 铠甲雷达 没有辜负指挥官的信任 第二天 美军在乌山基地 高调展示F-22战机 让韩日等国震惊了事 他们的雷达 从头到尾 只发现两架F-22 而当天在乌山 却出现了四架 事后 美国空军第七航空队司令 杰弗里雷明顿少将透露 他们的确给东北亚各国防空部队 来了次小考试 在25日的巡航过程中 有两架F-22在正常高度飞行 吸引别国雷达的注意力 令两架F-22 则利用自身极小的雷达反射截面剂 藏在低空直奔目标 显然 美军的把戏 没能逃过铠甲雷达的监视 好 所以这个事情呢 发生在2010年的7月份 美军和俄军之间呢 玩了一个猫舟老鼠的小游戏 美军透露 自己派出两架F-22 但是呢 俄罗斯说 你们没有说出完全的实话 其实呢 还有两架 所以一共是四架 美军就没想到自己的这个 这个行为呢 被俄军察觉了 那么是怎么察觉的呢 就是刚才短片里面提到的 有可能是这种铠甲雷达 那么这种这个铠甲雷达 能够发现F-22 的确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 您先来给我们说说 美军的这个最先进的战机 F-22猛禽 它能够做到隐身 跟之前咱们提到的F-17夜音 在技术上面 是不是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 这个F-22也好 F-117也好 都被称为低可探特性飞行器 那么低可探特性呢 它实际上是包括了很多的方面 包括了升学隐身 光学隐身 比如可降光隐身 红外隐身和雷达隐身 可能一般观众呢 更关注的是雷达隐身 其实呢 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 你光是雷达隐身了 你红外信号非常强 那么你也达不到隐身的目的 尤其是在空弹的过程中 是吧 你这个伪屏管的这个 红外信号过强的话 很容易被这个 红外治疗的空空短弹击中 那么F22呢 应该说这几方面呢 都做的还是不错的 那么铠甲雷达应该说 也是我们前面谈的那种 无源雷达 我根本就不是通过 这个发射电磁波 让你反射回来 我接收来发现你的 是吧 这样的话呢 我发现距离很短 我是接收你的这个 电磁波信号的 就是你发射的东西 是吧 那么这四架 F22 应该说 上面飞的这两架 就是让你看的 它发射了大量的电磁波 是吧 又有重讯 甚至是搞不好雷达都打开了 就让你看 但是底下低空飞行的 应该说 隐身加超低空飞行 或者低空飞行 那么就是隐身加隐身了 你对它是很难看到了 是吧 如果它不发射电磁波 那么铠甲雷达 也是看不到的 我想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 它跟上面的这两架 进行了数据链通讯 或者是其他的通讯 虽然比较隐秘 是吧 但是它发射了电磁波 就有可能被铠甲雷达反映 但是呢 如果距离远 我想铠甲雷达 也看不到它 这个低空飞行这两架飞机 可能比较靠近俄罗斯的边境 另外我们看这个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呢 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 已经公开谈论这种 DWL002型反引擎雷达 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 中国环球时报 在一篇有关 中国无线电电子工业成就的文章中 谈到了被动雷达DWL002 表明这种雷达 如今被官方媒体证实 据了解 DWL002被动雷达探测系统 主要用于防空和海岸监视 可在复杂的电子环境中 对机载舰载和地面辐射源进行探测和定位 并实时显示目标轨迹 该雷达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500公里 由于整个雷达系统可实现全空域覆盖 并可实时精确的定位与跟踪 具备信号分析与识别能力 所以基本可以坐到500公里内无死角 当然这种雷达需要飞机对外有无线电辐射 但在战时 敌方的隐形战机很可能将无线电置于静默方式 也就是尽量不对外辐射电子工 好 看完短片 我们现在看一下虚拟的区域 虚拟区就是出现的是美军最先进的四代战机 隐身战机F2辆猛禽 由洛克希的马丁公司生产制造 现在这个F2辆已经是美军装备的 现役的主力的战机了 而且是非常的先进 号称4S 像这样的这种战机 隐身战机 我们还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能够做到让它无处遁形 目前能够发现隐身目标的手段 还是比较多的 从原理上讲 比如说前面谈到的 长波类长 或者是米波雷达 还有一种天波雷达 再有是双基地雷达 多基地雷达 还有一种 就是咱们说的无原雷达 那么前面讲了完全无原雷达 它的主要探测手段 是接收你目标飞行器上 自行发射的电磁波 那么它如果这些电磁波 它也不发射 怎么办 那么还有一种雷达 有人称为外原雷达 就是这个电磁波既不是我无原雷达发射的 也不是你飞机 这个目标机发射的 由第三方发射 第三方发射 什么呢 民用的什么广播电台 手机机站 包括电视台 各种各样的通信系统发射的电磁波 因为地球表面充满了电磁波 那么如果一个飞行器穿过了充满电磁波的场 那么就会形成扰动 甚至我一个通信信号发上来 打在你上面 你也会形成反射和散射 那么这样的雷达 我把你散射出来的那种微有的信号 我接收了 对你相关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 它也能够对隐身的目标 实施跟踪 那么未来发展的雷达 应该是什么呢 无缘雷达 加外缘雷达 再加多滴滴雷达 实际上我们现在搞的这种新型的雷达 已经把这些技术综合在一起了 那么通过各种手段 融合在一起 我就可以形成一个绵密的探测网 因此我觉得 无缘雷达是未来的雷达探测系统中 非常重要的一种新型装备 也是雷达网组件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好 非常感谢傅前少老师 今天给我们解码了新型的这种反隐形雷达 也让我们大开眼界 谢谢傅老师 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这部分的内容 稍后我们休息一下 看一组军情急萃 接下来是056 轻护舰和世界先进的轻型护卫舰 好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据报道 近日中船 黄浦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建造的 中国海警3402号 新型4000吨级海警船 正式入列中国海间南海总队 该船是国家海洋局重租以来第四艘建成 并正式入列的新型4000吨级多功能海洋执法船 也是今年入列中国海间南海总队的第三艘执法船 该船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后甲板可进行直升机起降作业 配备了先进的执法装备 能承担我国管辖海域的维权巡航执法 海洋资源和环境保护 海上事故调查等任务 可兼顾海上人命救生 浮标维护 救援脱带等作业 其交付入列 将在加强对我国主张管辖海域实施有效管控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第十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将于11月11日至16日 在广东省珠海举行 相比网界展会 珠海航展十年可谓是亮点多多 本届航展目前确定参展的各类飞机 已超过130架 其中歼31空客A380 AC313 ARJ21700 歼10 领式AG300 运12F 西瑞SR22等明星机型 将进行示范飞行 大力神C130 环球霸王C17 1276等明星机型 也将进行静态展示 近日 歼31胡鹰 抵达珠海航展现场的照片 在媒体上亮相 该机正在紧张备战航展 胡鹰 将成为中国首款公开展示的四代机 为了报道本次社会 军情解码 已安排两个报道组 将赴现场为你做最精彩 最详尽的报道 希望您到时关注 据解放军报10月29日报道 近日在燕山腹地举行的陆军航空兵演练中 三架国产某新型武装直升机 穿破层层浓雾 飞赴假响敌导弹阵地 颁复此次破袭任务的 是五名陆航女飞行员 据在演练现场的总参陆航部领导介绍 这标志着 我军陆军航空兵首批武装直升机女飞行员 已经具备执行任务能力 正式进入陆航战斗序列 根据军报记者微博报道 为改善陆航飞行员结构 一年前 总参陆航部队 从空军部队选掉了五名固定义女飞行员 充实到陆航某旅 他们五人的平均年龄为24岁 都拥有空军航空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等学历 总参陆航部领导介绍说 女飞行员 因其细心 缜密 敏感等性别特点 在驾驭武装直升机时 具有一定的优势 特别是在精密仪器操作 和地形地物识别方面更为精准 在应对特勤时 比较冷静 为使陆航首批武装直升机女飞行员 真正成为战斗员 而不是表演员 在打捞其驾驭能力的基础上 下一步 还将组织他们开展挂弹 打靶等贴近实战的战术科目训练 全面提升其完成作战任务的能力 一组中国军情击碎之后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今天的军情解码 我是主持人罗旭 曾经有海军专家宣称 20世纪80年代至今 是两栖船务登陆舰 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因为在一个完整的海军远洋 军力投送作战模式当中 拥有航母战斗群 只能算完成了一半工作 而是否能有能力 把大批的地面作战部队 运送到遥远的登陆地点 并且完成登陆作战 则是另外一半 能担负这个使命的 就是两栖船务登陆舰 两栖船务登陆舰 是近年来各国海军装备当中耀眼的明星 随着中国海军的发展 071型船务登陆舰 近年来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无论是亚定湾护航 还是远洋训练 我们经常在媒体报道当中 能够看到它的身影 对于中国的新型两栖船务登陆舰 西方媒体格外关注 接下来呢 我们就和您一同来聊一聊 中国和西方的两栖船务登陆舰 进入接下来的军情战 据环球18报道 2012年农历春节之际 中国海军第四艘071型两栖船务登陆舰 在上海互东造船厂下水 这预示着 未来071型两栖船务登陆舰 又将加入新成员 目前071型两栖船务登陆舰 服役的有三艘 首舰昆仑山号于2006年12月下水 第二艘井冈舰山号于2010年11月18日下水 第三艘071型则于2011年9月26日下水 从该级别船务登陆舰首舰昆仑山号来看 这是我军研制的第一艘大型综合登陆舰 该型舰装备极大丰富了我军两栖作战手段 它的出现 预示着我军力量投送能力质的飞跃 可以说是我军水面作战舰艇序列里 吨位最大的舰艇之一 该型舰排水量17600吨 可搭载四艘大型气垫登陆艇 两架直8型直升机 除了执行作战任务 昆仑山号船务登陆舰还可以作为海上基地 用于人道主义援助 或者用于从冲突地区转移本国公民 昆仑山号登陆舰装备有三座对空海搜索雷达 一座火控雷达以及一组光电火控系统 可控制一座76毫米口径舰炮和四座30毫米口径舰炮 国防大学李大光教授表示 071型船务登陆舰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船务登陆舰 是一艘可以执行远洋任务的两栖作战舰艇 该舰强大的直升机运载能力 使得我军在未来的登陆战中垂直登陆能力大大增强 可以有效提高两栖作战的效率 在军事冲突中可以对武装直升机 补充弹药油料和提供临时维修 这无疑会大幅提升渡海登陆作战的盛算 好在接下来这个板块当中 为我们解读我军性行的两栖船务登陆舰的嘉宾 是来自海巡的专家曹卫东研究员 欢迎曹老师 曹老师你看现在这个概念有很多 是吧 这个关于两栖船务登陆舰和它类似的概念 还有比如说两栖攻击舰 两栖登陆舰 现在咱们989 998和999三座大山 昆仑山 井刚山 长白山 它们是两栖船务登陆舰 这两栖船务登陆舰跟其他的舰种最大的区别在哪 帮我们来梳理一下 这个大家可能有时候容易搞火 一听两栖 怎么一会有船务 一会有攻击 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咱们先从登陆这个概念讲起 这个登陆的时候主要是在二战之中 那么二战之中又打了很多的登陆的这种战役 包括流氓岛 强谈登陆 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船把尾部的物舱打开之后 把坦克还有放出来就行了 那么后来发现在流氓岛的时候不行 就是光这种单向的又从海上这种登陆不够 要搞两栖的 所以两栖就是一方面从海上要把兵员送出来 还有一方面就是通过直升机把人员投送到岸上 所以这叫两栖 那么两栖现在大家又有了两栖 就是一方面这种直升机向路上进行投送兵力 然后底下的物舱也可以投送兵力 为什么又有攻击舰 又有登陆舰 又有两栖船武登陆舰 实际上你就可以理解为两栖攻击舰它特点是贯穿甲板 直通式的甲板 它主要是以直升机作为投送兵力 所以两栖就是我水里面也能投送一些 但是我是以直升机投送兵力为主 那么它的舱下面也就是升降机下面是机库 把这个飞机比如说直升机它停完之后 用完之后它要放到机库里面 然后甲板上还可以放一些 这种是两栖攻击舰 你比如说典型的西北风机的 就是现在俄罗斯向法国买的 包括法国自己使用的西北风机的 这都是贯穿性的甲板 那么再有就是说讲到了船武登陆舰 你一听这个物字 就是里面是可以灌水的了 你说船武登陆舰 它主要后面的尾舱可以打开 它里边是坦克 水路两用坦克 还有气垫船 所以这些就是说它有带污渍了 就是说以这个为主 你看它的上面 包括我们刚才讲 井冈山 昆仑山 它的上面它不是贯穿甲板 后面它可能有直升机库 那直升机库里面可能停个两架飞机 直升机 那么甲板上的后甲板上 可能还能提两架 你就搭四架直升机就到头了 它底下就是甲板底下 它没有升降机 这个飞机是不能下到物舱里面的 底下都是船 所以你一听船物 你就知道它主要是以气垫船 包括我们的都可以放气垫船 然后自己开出去开进来 坦克车开进去开进来 两栖的 它主要是以两栖的这种物舱为主 底下都是物舱 那么两栖的登陆舰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既可以直升机出去 也可以放坦克出去 但是以坦克为辅 主要还是以直升机为主 就是两栖的登陆舰 仍然是以底下放机库为主 所以你只要带物舱的 你就知道它是以坦克车和装甲车为主 明白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大概简单的梳理一下 我听明白曹老师的意思 如果直通是甲板 那大概其实就是两栖攻击舰 对吧 两栖攻击舰 如果带物舱的就是两栖船物登陆舰 不带物舱的就是两栖登陆舰 对吧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好了 关于咱们071型两栖船物登陆舰 最近美国媒体在5月份有一篇报道 它对我们的071评价是比较高的 我们来通过这篇报道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 中国的071船物登陆舰 自从071型船物登陆舰入役之后 不论是在我国南海 还是在浩瀚的太平洋上 一旦得知我海军的两栖船物登陆舰出航 执行任务 外军的侦察舰机 总是时常伺机在外围窥视着 该集舰的行动 各种图片 报道 经常见诸海外媒体 据环球时报5月8日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 5月7日发表文章 列举了令美国害怕的中国五大武器 其中 071型船物登陆舰名列其中 军事专家王亚南认为 这种选择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这些装备的发展方向 挑战了美国发动战争各方面的优势 文章称 中国的071型船物登陆舰 对中国日益重要 它代表着军力远程投送能力 特别是在东海和南海 落实领土主张方面 掌握了这种两栖船物登陆舰 就等于掌控了在战场上 持续投送兵力的优势 有报道称 071型船物登陆舰 外形设计很有现代舰艇特点 它不仅外表光滑简洁 而且带有小角度的倾斜 具备一定的隐身性能 其两万多吨的体量 实际雷达反射面积 也就相当于千余吨级的驱护舰 这也说明海军已进入隐身时代 由于它的大体量 在辽宁舰还未列装时 曾一时被军事爱好者 称为中国的小航母 它的干险 足有五层楼高 上层建筑物 设置在舰的中前部 主要设置指挥室 控制舱 医疗救护舱 和部分居住舱 约占甲板以上五分之二的空间 后部为飞行甲板 能同时停放两架舰载直升机 加上直升机机库 还可以停放四架 实际搭载直升机 在二至六架之间 从这一点看 071型船物登陆舰 确实有点航母的风资 在甲板以下是登陆舱 分前后两个舱段 前段为装甲车辆停放舱 可运载一个海军陆战队 加强营的装备 后段为船物登陆舱 可停放四艘大型气垫登陆艇 或更多小型两栖气垫登陆艇等 这与日本的大鱼级船物登陆舰 所搭载的两栖登陆艇 英国的海洋之子号 所搭载的一艘登陆艇 以及韩国的独岛级登陆舰 印尼的马卡萨尔级登陆舰等相比 算是世界上装载此类登陆工具 能力最强的大型船物登陆舰 这也使得中国成为 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 第三个掌握大吨位气垫登陆艇 关键技术的国家 报道同时指出 071型船物登陆舰 相比世界其他先进船物登陆舰 也有一定不足 如飞行甲板面积有限 同时起降能力 立体投送能力相对较弱 但是相信该机舰的后续改进行 将弥补这些弱点 好 现在我们具体来说一说 咱们的071两栖船物登陆舰 各位请看我们的虚拟区域 在我们的虚拟区域万请闭波之上 像我们识过来的就是非常雄壮的 071船物登陆舰 但是头和尾稍微砍了一点 但是可以看出来 这个船的确是非常大 它这个总吨位有多少 两万多吨 两万多吨 怪不得是像大山一样雄伟 美国的媒体 它对咱们的071船物登陆舰 它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您来帮我们梳理一下 在美国媒体看来 为什么它对中国的这一型的舰艇 评价很高 他们提出来的理由 分析的要点是什么 其实有些媒体 它讲的时候说 美国是不是很害怕 这款071型的登陆舰 实际上美国担忧的是什么 它并不是担忧这款舰的 本身的作战能力 也就是说 我上面搭载了大量的导弹 或者大量的火炮 攻击力非常强 它不是担忧这个 它是发现中国的海军建设 正在从过去追求平台和指标 现在发展体系 因为它担忧的是中国的这种海军的体系作战的能力的提升 因为这款船物登陆舰 它给中国的就是远海兵力的投送 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第一个吨位大 两万多吨 那么它可以就是说出远海 它的抗风浪性就非常好 再有一个 它这个后面的加板 虽然它不是贯穿性的加板 但是它后面的加板比较大 而且还有机库 所以这种大型的直升机 比如说我们的直霸型的直升机 起码可以停四架 就是机库里面可以停两架 然后可以看到后面加板上还可以停两架 那么我就作为 比如说对陆攻击 或者对陆这种作战的时候 就是两栖作战的时候 我可以通过直升机往返的运送 船上的兵力和人员 比如说两栖队员 就可以通过直升机往上运 这是一个方面 再有一个 我后面的物舱打开之后 里面气垫船 两栖坦克 两栖运兵车 都可以 包括气垫艇 都可以大量的出来 可以搭载大量的这种两栖的作战能力 所以它就说 你中国一旦将来 在登岛作战的时候 或者登陆作战的时候 这个舰艇就可以发挥大量的这种作战运兵 一个可以远程兵力投送 再有一个 你搭载的兵力的数量很多 而且你可以搭载这种重型的 包括这个坦克车这样的重型的装备 所以你的投送能力都很强 所以美国人呢 是担心我们这种远程兵力投送的能力 再加进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的军情解码 我是洛旭 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媒体啊 对071型船物登陆舰进行了炒作 其实呢 美国媒体似乎有意无意在掩盖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世界范围内 很多国家都已经装备了两栖船物登陆舰啊 比如说美国和咱们中国的071型船物登陆舰相似的 就有美国的圣安东尼奥级船物登陆舰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据新华社今年2月7日报道称 日本共同社2月6日称 驻日美军宣布将于明年2月 在长崎县佐斯堡基地部署新型格林贝号两栖船物登陆舰 报道援引驻日美国海军官员的话说 美军目前部署在佐斯堡基地的丹佛号两栖船物登陆舰 于今年9月退役 这名美国海军官员表示 在佐斯堡基地部署格林贝号两栖船物登陆舰 目的是维护印度与亚太地区的安全 以及日本的防卫 格林贝号两栖船物登陆舰于2009年服役 是美国海军第四艘圣安东尼奥级大型两栖船物登陆舰 可以搭载鱼鹰轻转悬疑运输机 美国海军的圣安东尼奥级 及船物运输舰船物登陆舰 坦克登陆舰 两栖船和医院船等功能于一身 是美海军研制的一级最新的多用途船物登陆舰 是美海军在未来十年中重点发展的登陆主要兵力之一 它具有一舰多用 五倍配备强 隐身性较好 和大量采用了民用标准等主要特点 相关资料显示 圣安东尼奥级船物登陆舰 满载排水量25300吨 舰长208.4米 舰宽31.9米 吃水7米 航速21节 可载舰原362米 相较于老一代的船物运输舰 圣安东尼奥级的飞行甲板与机库收容设施进一步扩大 能操作海军陆战队各型航空器 包括CH-46中型运输直升机 CH-53中型运输直升机或MV-22鱼鹰轻转旋逆机 机库设置于船体末段 能容纳一架CH-53中型直升机或一架鱼鹰轻轻逆机 必要时还可让AV-8B等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降落 该机舰舰内设有一个全通式泛水物舱甲板 由舰尾升降闸门出入 物舱容积也比上一代船物登陆舰更大 可停放两艘LC-AC气垫登陆艇或一艘LCU通用登陆艇 另外还可停放14辆两栖突击车 虽然圣安东尼奥级的各项能力都比老一代船物登陆舰有提升 但载运货物与兵员的数目却明显减少 仅能搭载720名士兵 而之前的奥斯汀戟能搭载900枚 这意味着在冷战时代之后 大多数快速反应任务的兵力需求已经减低不少 目前该机舰已经服役9艘 第10艘约翰皮莫萨号和第11艘波特兰号 正在建造中计划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交付 好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和美国的两栖船物登陆舰的一同 现在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大屏幕上这条就是美国的船 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船物登陆舰 现在是美国主力的船物登陆舰 你觉得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船物登陆舰 它最重要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美军它在海军装备体系建设里面 其中特别重视就是两栖兵力的投送和远程的兵力投送 那么它注意什么呢 就是说这款是属于船物登陆舰 就是可以尾舱打开的 它里面可以放大量的气垫船 可以放重型的坦克 这都可以通过水上尾舱打开之后进行这种登陆作战 或者是兵力的运送 因为美国到全球进行干涉 再有一个就是它后面的后架板也比较大 如果停放直升机的话也可以停放多架 特别是它的吨位比较大 就是接近4万吨了 那么这样的话它运送的兵力也就是说无论是人员 还是这种装备都可以搭载的很多 其实它的作战功能并不强 主要是一些进程的防空的导弹和反潜的武器 它主要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来加载了这些武器 其实像远程的比如对舰的攻击 或者对远程的这种防空的这种区域防空的这种导弹 它都不加装 所以我觉得这款主要作为美国的远程兵力投送的能力 和这种对岛作战的时候干涉的时候 它可以运送大量的兵力 特别是可以两方面的 就是利用它的直升机的后面平台比较大 可以同时向水面或者是陆地上投送兵力 主要这是它的特点 如果把美国的圣和安东尼奥级两栖船坞登陆 你看左边是咱们的舰来进行横向的对比 我们主要在哪几方面存在重点的差异 首先我们讲隐身性上 尽管这是一个船物登陆舰 但是它仍然把它在隐身性上做得非常好 你看前围后围 就是这个暴露出来的角度 包括它的反射面 包括它的用的材料 美军的以实性比我们的都要更好一些 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吨位大 因为这两个的照片它不是一个一比一的 所以实际在事实上它的吨位是比我们大的 就是说它运送的兵力和装备是比我们多的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它进程的这种防御的武器 比我们稍微多一些 就是说防空导弹比我们稍微的多一些 因为它的这个吨位比较大 它的平台比较大一些 它的主要特点就在体现在这方面 一个是隐身比我们更好一些 一个是吨位 它运送的兵源更多 再有一个就是说它的防空武器上 因为它考虑到它经常在远海 特别是到别人的家门口去运送兵力的时候 它对对方的这种导弹和飞机的拦截能力一定要强 所以它在这方面做了适当的加强 那么这就是它跟我们现在昆仑山 井冈山 这些船户登陆舰最大的差别 好 这是中美两国海军 两栖船户登陆舰的一个横向对比 另外我想一说到美国 不得不提到咱们的中亚邻国日本 对吧 日本它也有类似的舰艇 但是它自己叫自己的这型舰艇 叫做两栖船户运输舰 对吧 但外界媒体也有称作 两栖船户登陆舰的 但实际上咱们一看 它这个大雨极直通式的甲板 那根本就是两栖攻击舰 对吧 因为它可以 直通式甲板你可以起降直升机 也可以起降短距起飞的这种 固定一的飞机 对吧 那我们就来看看 日本方面的葫芦里面卖的 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大雨极 所谓的两栖船户登陆舰 日本的大雨极可称作东亚第一种准航母 从外形上看 大雨极的直通式甲板具有酷似航母的特征 而且能够搭载垂直起降战斗机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 大雨极72小时内可改装为轻型航母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 尽管大雨极和昆仑山号船户登陆舰 有着外形上的差别 但大雨极却同时具有着两栖船户登陆舰的能力 日本海上自卫队自己对三艘大雨极的定义是 战车登陆舰及坦克登陆舰 但这种万吨大舰用来做坦克登陆舰 未免过于浪费 大雨极之所以定义为两栖船户登陆舰 正源自于它拥有的大型物舱 船体结构也和昆仑山号十分相似 有的专家认为 大雨极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恰恰是它的物舱 其战术意义 甚至胜过其搭载直升机的甲板 大雨极的全通甲板长120米 宽23米 总面积达3604平方米 最多可并排停放六架直升机 不过 旨在舰尾规划了两个直升机起降点 因此只能同时供两架CH-47运输直升机 或CH-53运输直升机进行作业 与美国塔拉瓦级两栖突击舰 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的甲板 可以一次同时让九架直升机操作的能力 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大雨极内 设有一个舰尾物舱 长60米 宽15米 可容纳两艘LC-AC气垫登陆艇 其进出 则竟由一个向下开启式大型舰尾物门 由于大雨极 不具备让海水进入舰内物舱 且舰体不下沉的泛水能力 因此就只能装备LC-AC气垫登陆艇 无法让传统排水登陆艇进入物舱 日本三艘大雨极搭载有日本全部的六辆LC-AC气垫登陆艇 如果真正爆发战争 这六辆气垫登陆艇 可在抢占岛屿时发挥巨大作用 若把大雨极改成所谓的航母 不过增加十几架直升机 而却会造成两栖战力的严重空白 好 现在咱们就来说一说 日本海上作业队的大雨极 之所以我没有说后面的话 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它该叫什么 咱们该叫它什么 有的说是两栖船物输送舰 有的叫它两栖船物登陆舰 还有叫它坦克登陆舰 但实际上它又具备直通式甲板 所以它又跟两栖舰艇没什么区别 是吧 反正说我们到底该给它定义怎么下 这是一个什么舰 咱们先从不从名字说 咱们从它的功能开始说 首先这一款舰的排水量非常大 一万三千吨 再一个它是贯穿性的甲板 是它的一个特点 舰的一个特点 贯穿性的甲板 因为舰脑在另外一侧 我们再看它有乌舱 那么这个跟两栖攻击舰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两栖攻击舰底下是机库 它是乌舱 它可以把这个乌舱打开之后 里面装在十辆 就是90式的重型坦克 所以有的人管它叫坦克登陆舰 因为它可以装十辆重型的坦克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根据它的这些特点 我们再来看它的其他的能力 就是它的由于贯穿性的甲板 它可以上面有多个直升机的起降点 所以一旦我进行两栖作战的时候 我起码上面有四个起降点 可以同时起架四个直升飞机 对你的陆地进行运送兵远 或者投放这个装备 我把乌舱打开 十辆重型的坦克车可以开出去了 或者运送出去了 那么我大量的兵员也可以从乌舱出去 那么首先应该说它打开了乌舱 就是应该有乌舱这个概念 那么就说两栖的船务登陆舰 可能更符合它的实际特点 那么它为什么要建造 既然船务登陆舰 为什么要搞一个贯穿甲板 我们一定要跟它后面建造的装备联系起来 也就是它现在建造的日向级和初云级的 更大的这种全贯通式的直升机母舰联系起来 实际上它建造大宇 就是为后面的直升机母舰做一个铺垫 只是后面的日向级和初云级的直升机母舰变了什么 就是乌舱不要了 全都改成机库了 所以它后面的这个初云日向 都是应该说是直升机母舰 上面可以有四分别有四个 或者是五个直升机的起降点 它可以搭载这种鱼鹰式的偏转翼飞机 还可以起降F35B型的这种固定翼的飞机 那么底下就是机库 所以是直升机母舰 这款大宇级的船务的运输舰 我觉得是日本作为一个 作为运送兵力的时候 远程兵力投送的时候 可以运送大量的这种两栖的武器 也就是坦克车 运兵车 包括气垫船都可以放在乌舱里面 还有一个上面可以通过直升机来往兵力上投送 这是它的作战使用 再有一个就是说建造这艘舰艇的时候 是为后面的日向和初云级做技术上的铺垫 好 所以刚才曹老师分析以后 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 似乎给它定义为带直通式甲板的两栖船务登陆舰 更为缺席一些 对 是吧 好 刚才我们说了中国 美国 日本的两栖的舰艇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英国 英国的堡垒号两栖船务登陆舰也非常的先进 我们通过短片来讲 据新华社2011年10月21日报道 10月19日 皇家海军堡垒号两栖船务登陆舰 正式接替其姊妹舰海神之子号 成为英国皇家海军的旗舰 报道称 在完成最后三天的主要训练任务之后 已经担任三年旗舰的海神之子号 于当年10月17日最后一次驶入普辞茅茅斯岗 而堡垒号已经做好了扮演旗舰角色的重任 在未来四年里 这艘完工于德文波特港口的军舰将作为核心 指挥皇家海军完成各项海上训练和作战任务 报道称 在成为旗舰之前 堡垒号两栖舰曾花费3000万英镑 约2.9亿人民币进行了11个月的改装 之后他参与了为其两周的联合勇士演习 堡垒号舰长表示 堡垒号所有官兵都非常自豪和激动 能够成为皇家海军的新旗舰 联合勇士演习 仅仅是我们之前漫长而艰辛的重生过程中 最后一道检验 如今我们已经做好了根据命令部署全球的准备 报道还称 堡垒号两栖登陆舰还被安排在索伦特海峡 进行海上作战力量展示 向陆军空军部队以及特别嘉宾演练海军作战实力 之后萨色蓝号护卫舰 黑色漂泊者号补给舰 防克弯号辅助船务登陆舰 入侵者号巡逻艇 加入堡垒号旗舰编队 而之前的旗舰海神之子号 进入为期三年的战备修整状态 然后经过一次改装之后 于2016年重新接替堡垒号成为旗舰 好 英国的堡垒号和海神之子号 两栖船务登陆舰同属于海神之子这一集 这集首舰海神之子 所以以他来命名 英国的海神之子及两栖船务登陆舰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考虑一下 就是说英国它的这种海军的政策 它是有一个全球抵达能力 当你跟着美国到全球去干涉其他国家的事物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兵力投送的能力 因为光靠飞机它这个兵员可以投送过去 但重新武器不行 所以海神之子级的这种船务登陆舰 主要是解决兵力运输的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它有过去是有轻型的航母 轻型的航母底下都是机库 它不能运这种重型的坦克 包括运兵车 包括这种两栖的这种气垫的船只都不行 所以这款它后面有乌舱 就可以加装这些坦克车两栖船 它就可以进来 然后上面可以搭载一些直升机 就是少量的直升机 所以它主要还是运送这种重型的装备 以及兵员 并且有全球抵达的这种能力 因为它的吨位也是上万吨的 所以它的特点应该说 主要还是为了实现它的这种海军的全球抵达能力 或者远程的兵力投送能力 但是它在建造上的时候 不像其他国家的船的上面有比较的特点 比如说中国和美国 现在这个船务登陆舰的这个时候 建造的时候都注意了外面的隐形 但是它当时建造的时候 没有考虑这个因素 在日本它因为为了自己的后续的舰艇建造 它搞了直冲式架板 但是英国它没有搞这种的架板 所以它是从它的需求来建造的这款运输舰 好 最后想请曹维东老师给我们来整体梳理一下 今天咱们说了中国的美国的日本 包括英国的两栖船务登陆舰 能不能看出来这个世界范围内 两栖船务登陆舰作为一型舰艇 它发展有几个主要的方向 从现在看 各国都是把船务登陆舰 或者是两栖攻击舰 包括两栖的登陆舰 这类舰艇都在作为一个重要的 就是体系里面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担负什么任务呢 就是远程的兵力投送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快速的反应 要把两栖部队 包括它的这些装备 全都运送出去 那么你要执行这样的任务 首先就是要都没大 第二点就是隐身性 你看美国和中国 现在建造的船务登陆舰 都注意了隐形设计 而英国的还没有 那么它未来的时候 可能会建造的更隐身一点 这样即使大编队 在海上活动的时候 也不容易被发现 那么第三点 它未来的 就是说起降平台 可能要更科学一些 比如说美国在设计 它的美国号的时候 不但能够起降直升机 还可以起降偏转移的飞机 甚至于你比如说 像日本的这个 它由于搞成全通性的下板 它可以起降这种F35B型的 短距起飞 垂直降落的固定翼飞机 那么又增加了它的这种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的武器装备的防御能力更好 就是说这种进程的防空武器性能 因为它要防备 人家陆地上的这种飞机导弹 对它的进行攻击 这个性能要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作为一个指挥舰的时候 有的时候比如你争夺了制空权 你要指挥舰的时候 要搭载更多的通信设备 所以我想信息化程度将会更高 这个是未来 就是两栖舰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好 非常感谢曹飞登老师 今天做客军情解码 关于咱们的071两栖船坞登陆舰 和这个世界主流的 先进两栖船坞登陆舰之间的 这个一同 帮我们做了分析和梳理 关于我们节目呢 最近有一个小小的调整 从10月20号开始 咱们在BTP青年频道的首播时间 有了变化 已经调整到了 周一周五呢 是晚上的21点20分 也就是9点20 920 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呢 会往后再顺延15分钟 是21点35分 欢迎届时准时关注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包括发送BTP大媒体 到12114下载客户端 以及通过IPTV点播回放我们的节目 还可以通过BRTN.CN北京电视台官方网站 关注我们的节目 另外也欢迎您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的微博和微信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同时间 军情解码 咱们再见